行政長官李家超 星期三發表任內的第一份施政報告 而市民最關注的 就是當局怎樣解決房屋和土地問題 當前香港的公營房屋的供應量低 基層市民排隊上樓難 施營房屋又價格高企 年輕人水要上車更加是難上加難 上一份施政報告的房屋土地政策 是不是真的可以體現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 社會各界都拭目以待 沒有方法可以降低樓價 始終現在逛逛 都在說幾百萬買樓 房屋會公布最新的公屋輪候時間顯示 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長達6.1年 為此當局早前就宣布 未來10年已經找到大概350公頃土地 已提供33萬個公營房屋單位 但頭五年只是可以建造 整體計劃的三分之一 基民聯就認為 如何解決公屋計劃的頭輕尾重問題 至關重要 建屋需要時間 所以如何在頭上再增加 是有難度的 但也不是我沒辦法 例如地積比是否可以增加多一點 使得可以見多幾個單位 短期內難以大幅提升 公屋的供應量 上立乾見影 舒緩基層市民劏房的惡劣環境 民建聯就指出 增加過度性房屋供應 是必然之路 第一 再次呼籲各界幫忙穩定協助 這是第一 第二 在現有的過度性房屋上 我認為可以研究加高 第三 接下來也有不少學校 可能會面對空置 業界又說 除了加快制定明日大嶼填海 北部都會區造地等長遠項目的 具體策略 當局都應該擦場鬆綁 和社會各界共同協助 善用土地資源 以應對市民各類住屋 和不同產業發展的長遠需要 政府可以好好坐下 跟法治商商談談 在地價上 如何作出一些優惠給法治商 而哪邊商 法治商也將部分的土地 撥回政府去做公營房 其實在那裏可以即時釋放 很大量的土地出來 也有些大型的土地 政府可以審視一下 那些土地 到底是拿出去賣給法治商 還是它不如自己留回來 建房子減少人為的障礙 有土地推出 還要在實際上 要將它建成屋 不要那麼多關卡 加快的行政效率 全球大環境下 香港樓市氣氛疲弱 政府早前公布 第三季度三幅住宅貴價官地 業界就認為三幅住宅用地 全部都是經改劃用途 顯示當局的土地供應短缺 另外以當前的樓市市況來看 發展商投地出價取態會較為保守 當局應該重新審視土地政策 鳳鵝威斯記者紀師清報道